放开了购房限制 这究竟是楼市的救命稻草 还是又一次泡沫的开始 长久以来被压抑的购房需求 现在得到了释放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 房地产市场的回暖 能不能像之前限购时 需求被迅速冻结那样 一旦放开就迅速回暖了 取消限购背后 到底隐藏的什么含义 这实际上是一场覆盖全城的去库存大战 从局部的解冻到全面的放开 这都表明城市的库存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 了解这个背景 对美的买房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高库存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现在所有的强力工具 都被用来移除购房的障碍 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 加快库存的消化 在这种趋势中 城市中真正的机遇 其实在于结构性的机遇 如果你心仪的地方 库存没有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到 政策放宽带来的好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 随着购房限制全面放宽 哪些人既有实力又有需求 能大展拳脚呢 要理解这个政策 我们得把它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 房地产市场 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 从商品房住宅的市场化 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再到蓬库区改造的浪潮 当时的释放已经接近尾声 城市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很明显 那个纯粹的钢尸时代 已经慢慢离我们远去了 那么 真正推动市场的主力是谁呢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 我们城市的中间力的 中产阶层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这些有产者都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他们成为了限购放宽后买房的主力军 但是 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中产阶层的购房资金从哪里来 答案很简单 就是卖房 过去20年积累的房产 因为不再满足当前的需求 促使他们卖到旧房子 换一套新的 随之而来的 就是在那些限购政策放宽的城市 二手房源的数量会大幅增加 正处越宽松的地方 未来半年内二手房市场 面临的调整压力就越大 房源供应的大量涌入 不可避免地会对房价产生下行压力 特别是那些急于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 他们更愿意通过降价来促成交易 对他们来说 房产多年来的增值已经相当可观 稍微降点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即使在上海 这样还没有放宽限过的城市 二手房市场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 那些老旧小区的置换需求尤其旺盛 降价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回顾村里出台的那些政策 就像的弹簧球 有时候压一压 有时候又弹一弹 现在政策松了点 这是做得对 也很有必要 但得搭配一套精心设计的策略 让效果发挥到最大 比如说取消买房限制指示的开始 城市得有连贯的行动计划 首先得好好调整土地供应的策略 就像暂停那些 房子多得卖不出去的地方的土地供应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得在土地市场上拿出点真格的 取消面积上的限制 把好地段的地拿出来 鼓励开发商借些高端住宅 这样新房市场就能先活起来 这招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有钱的买家 然后带动中产和钢师族 转向二手房市场 让整个市场都活起来 得注意 别让新房市场一家独大 这样二手房市场就不会太冷 保持平衡很关键 然后得加强二手房市场的监管 设立一些健康的市场指标 保证市场的稳定 看台上海 他们通过控制1.5万套到2万套的房源 给市场调控提供了好的经验 其他城市也得学学 建立类似的数据监控系统 这样调控起来就有科学依据了 市场才能保持平衡 记住 没有哪个单独的政策 能解决所有问题 或者扭转整个局面 政策的调整和取消 都得从大局出发 就像大海使用无数小浪花 汇聚而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